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号称说这里面都是你刷牙刷不到的相关细菌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呢 我们请专家来做实验 健康及时通是健康2.0推出了新单元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们都会请专家来告诉大家科学方法 咖啡色漱口水 外观跟一般市售款很不同 含在嘴里数60秒 结果更颠覆想象 每个人吐出来的漱口水里 都漂浮着黑哒哒 跟使用前相比 不只有渣甚至整杯漱口水 颜色都变淡了 会将口中残留的细菌和类蛋白吸附 结合并且包覆住 并随着漱口的过程产生推济作用 将口中的酸性物质及口腔脏污排出 业者自制影片让消费者认为 漱口水把嘴里的脏东西都清出来 说穿了脏东西就是口水罢了 黑渣渣是蛋白质遇上酸性容易产生的聚合反应 实际检测漱口水PH值三点多 跟柳橙汁的酸度差不多 只要滴入几滴 代表蛋白质的牛奶摇一摇 同样能看到有蟹蟹跑出来 而静置一段时间后 跟民众漱过的漱口水比较 两杯中间都有蛋白质沉淀 两侧也都变清澈了 业者也承认 漱出来的黑沙渣单纯是视觉效果 当东西不代表口腔清洁功效 眼界却不一定为凭 恐怕会让很多花大钱买的消费者失望了 小童 你现在知道了吧 我被骗了 医师 你有没有被病人问过 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 看起来画面上确实是蛮惊人的 我要说的是这个风胶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有那个杀菌的功能 但是它同样的 它也会有凹河的这种效果 比如说口腔里面有一些就是说 这些蛋白质或者是食物摊渣 它就全部弄在一起 就变成熬合成这个样子 那我个人的解读是 比较像是那个咸豆浆 咸豆浆 咸豆浆加了醋 再加了酱油下去 结果就变成一块一块了 像我们那个红茶有没有 然后加柠檬红茶 对 柠檬红茶 如果你再把那个奶精放进去 它就会有沉淀出现 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它只是一般的化学反应而已 并不是真的把我们里面 口腔里面的东西给竖出来 所以今天为大家来解答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 像今天都是小童带来的 一大堆竖口水吗 对 你常常用 这都是我私藏货 那你知道有些是在家里那种大品的 然后我会随身携带一大堆 像那种一个小杯子或这个 然后有时吃完饭 我就会去竖 我就觉得好像整个口气清新很多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我还可以打蜡的 那个的话就是牙齿 你的鼻子真的很多 对 然后那个就可以 这个牙齿就像牙医有时候 我们会去洗完牙医 然后帮你打蜡 我也是用这个来打蜡 医师到底破坏好 树口水有没有必要性 只要是对口中清洁有帮助的 那个我们都要推广 比如说牙刷 牙刷有分大头小头 孕妇有时候常常刷牙会恶心 我们建议用小头的 那如果是牙龈比较薄一点的 我们就建议她用软毛的牙刷 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像这个牙尖刷牙缝刷 牙缝刷这些 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 各个地方把它清洁干净 那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牙线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边两边比较细 中间比较粗一点 这对于牙桥来讲 效果也是蛮好的 因为那个我们要说起来 整个口腔除了这牙齿之外 它还有一些黏膜的部分 黏膜跟牙炎的部分 还有舌头 那像比如说大家刷牙刷的 不是很好的情况 适度的用这个漱口水来讲 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有些病人就问我说 宋医师啊 阴波牙刷或者什么牙刷 好贵哦 是不是效果很好 我会跟他讲说 你如果拿阴波牙刷 刷上面的牙齿 下面牙齿会干净吗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所以说很重要的 还是要刷到这个点 就是比如说成年人的话 就要注意这个牙印 跟牙齿中间的这个交界 还有牙缝中间 那小朋友 就是说学龄当中的 他就可能就要比较 聚焦在这个牙齿的表面 还有凝结面的地方 容易蛀牙的部分 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注意 刷牙是一定最需要的 对 然后其他的东西 相关辅助就让牙齿更健康 我们在健康2.0的FB上 还有郑凯云的FB上 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了 第一个 有人问说这是油来漱口的问题了 说油漱口到底要用什么油 那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呢 还有晚上是可以用的吗 实际上这个油漱口很有意思 那它的起源是从印度的 但是现在在美国的 整合医学的这个牙医呢 也很推崇 它的英文叫 也就是说因为 我们口腔里面 大部分的细菌跟病毒 都是油溶性的 那所以有时候 譬如我们漱口水 还没有办法做到的 那就可以透过油 那目前最好用的一种油 叫做椰子油 因为椰子油本身抗菌 又抗病毒 所以它对于口腔 甚至牙周病 有很好的预防 那如果要牙齿白 可以用橄榄油 然后如果说要 能够把这个口腔的重金属 把它拿出来的话 就是用这个芝麻油 所以不同的油 是 那如果早上的话 就是建议先油漱口 再刷牙 那晚上睡前 如果譬如我现在要睡觉了 我牙齿都清干净之后 最后一道才是油漱口 然后你这样子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完全没有口味 那个口气不会不好 其实我没有那些油 我跟人家都阳式的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苦茶油 也很好 对 苦茶油 我相信也是 地道的风格 对 其实我自己用起来还不错 对 蛮好的 是 用一些干漱口 好 我们刚刚提到牙膏 牙线 还有牙线棒等等 甚至漱口水 还有其实在刷牙的时候 大家都会用牙膏 那牙膏就有很多 比方有的宣称有什么美白 有的宣称说有加佛 或者是有的是什么特别 像是抗敏感等等 是的 它到底是有相关性吗 然后它的成分上是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打算效果 基本上牙膏里面 就是它有一些颗粒 就是帮我们在刷牙的时候 可以增加它的摩擦 那另外也就是说 像学龄的小朋友容易蛀牙 它就含浮 含得比较多一些 那像女孩子 像我想那四位美女 可能刷牙 冬天的时候早上起来 觉得这个很敏感 这个时候他们会加一些的 这个颗粒 非常小的颗粒 去把这个牙本质 牙本质上面的洞给block起来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敏感 所以抗敏感的牙膏 是这个原理的 是 那如果说是 牙周病的病人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用一些 比如说那个 抗这个燕氧性的细菌的这些 比如说什么绿茶 或者是做一些薄荷这些 就想办法去让这个牙印 比较舒服一点 其实风胶 老实说来讲 它也算是一种 减轻的发炎的这种成分 对 风胶 牙膏等等 一大堆 现在牙膏真的很多 所以在网路上也有观众朋友 问这个问题 说网路上盛传牙膏底部色调的颜色 是不是就有一些意义 我让大家看一下 比方我现在拿到的这个色调 是红色的 它说红色是不是就是 天然跟化学的混合物 然后另外 我现在随机拿到 这个是绿色的 它说绿色是不是所谓的 纯天然等等 还有这个黑色的 它有点担心说 是不是在网路上有人传 这就是所谓的化学的 那么好 这四个颜色都有 还有这个蓝色的 说是天然跟药物的混合 这可以当作判断标准吗 就是说你可以大概知道 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的患者 就是一般人 那你想要用什么样子的 那至于说大家是不是 就是偶尔可以换一下这个成分来用 我觉得蛮好 就好像那个用油 漱口也是同样的道理 OK 好 也就是基本上 如果大家要买牙膏的话 是要看成分 而不是看这些颜色 这些颜色并不是代表 刚刚所说的那些异议等等的 看仔细成分 还有你的牙齿需要什么 如果需要的话 跟你的牙医师讨论一下 就是更简单的方法 那么有没有比较自然的 我们可以自己做的呢 实际上我的牙粉都是自己做的 那这里呢 很特别就是一个白土奶 它实际上是一种黏土 也叫蓬润土 它的吸附力很强 那还有这个 为什么要先介绍这个 因为它几乎所有的 天然牙膏里面都有加这个 那它有很好的洁净效果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钙莓粉 那钙莓粉实际上 就是我们一般吃的钙粉 但它是因为比较好 又加了美 比较好吸收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有丁香 丁香又是在牙齿痛的时候 是 苦人又牙 塞那个牙子那个洞 然后我们用天然盐 也可以补充这个矿物质 还有消毒 然后这个肉桂粉跟姜黄粉 这个呢 肉桂粉也可以消毒 然后姜黄粉呢 还可以美白 这个是很独特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每个就是放一些进来 那那个比例 我都有把它写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来之后呢 然后就把它调匀 然后你就有自制牙粉了 那所以这个牙粉 你今天做的这个的目的是 让我们的牙齿怎么样呢 洁白 然后健康 而且还有口气清新 好 那如果说像譬如小朋友 他可能说 我不要用这样子干干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这里我就跟大家推荐 我们就用芝麻油跟小苏打 然后一样加上这个姜黄 那这个味道好香 就是有丁香味 还有肉桂 有清香的味道 也就是 好想吃 你的方法就是用干的粉 然后牙刷上去沾了 然后这个牙刷是因为碰了水 所以它可以沾得住 就直接拿来刷就对了 OK 这是一个方法 而且你刚刚说这种美白 那另一种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重复的部分呢 就是有姜黄 这边就是重用姜黄 还有这个小苏打 还有这个很特别的麻油 所以我们就把这姜黄 可是我有个疑问 比方如果吃咖喱的话 我们知道说 其实会容易让牙齿变色 那为什么用姜黄来刷牙 是OK的呢 它不是也会留在我们的牙齿上吗 姜黄它不会再 玷污我们的这个法郎值 而且很特别 因为这个是跟在美国有一个世界小姐 然后呢 她也看到这个阿修废陀上面用姜黄 它就我们大家都有想法 万一刷成黄板牙怎么办 就后来她就开始试 就试了以后发现牙齿真的变得很白 因为我们的法郎值上面 实际上是有孔的 然后呢就会有一些污垢 但是你如果透过用姜黄的话 然后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像我自己就真的都有用姜黄刷牙 所以变美女是有道理的 然后呢因为我们加了麻油 然后呢你就可以让它成为膏状 OK好 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就要来看了 如果牙痛的话呢 所谓根管治疗 一定是要这样吗 那有很多迷思很多人认为说 根管治疗之后好像那颗牙就爆烧了 或者牙龄容易变黑 等一下告诉你 这个 throat 咱们 hatır跟ividades 就是